有著77年歷史的麥當勞 要改名成金拱門 消息曝光後 引來大批民眾熱議 不過事實上 麥當勞金黃色M字型商標的 英文名稱 本來就叫做金拱門 這是一個方法 我叫他們 另外麥當勞商標 據說當初是在心理學家建議下 改用拱門商標 除了是英文名的第一個字母 也象徵母親胸部 希望喚起消費者幼兒時期記憶 看到金色拱門 就像看到媽媽的胸部一樣餓了 進而到麥當勞消費 黃金雙拱門 太大了 馬西班 還是馬西班 就叫做M字 好 改名風波延燒 很多人動起歪腦筋 主動要幫各大品牌改名 這一個奈克可以改成大對勾 小勾 西班牌可以叫美人魚嗎 後面有一個女生 現在麥當勞改了 他可能可以改一個人 就可以叫 白蝴蝶 美國大叔 對不對 開風太陽 開風太陽 然後我們就叫爺爺的雞吧 麥當勞改名金拱門 原本只是因為和中資戰略合作 沒想到卻成為全民討論的熱門話題 記者張惠玲報導 記者張